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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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据说没有精神病 有可能有一些心理障碍 但是一上新闻 妈妈看见了 弟弟看见了 说这是我们家失散十年的亲人 就是去打工去了嘛 然后他还有这个一个老婆俩孩子 他自己都当时都不知道他老婆前些年出车祸去世了 这下子也有这个这个一家人的哭哭哭啼啼的把西里哥这个接回家 接回家之后这个全村人放这个一万头的那个鞭炮 村长啊什么的 都当个红人来迎接西里哥回乡 但是西里哥呢 明显感觉到不能适应这种情况 感觉到呢 很害怕 你们就知道最近香港头版头条都是西里哥 什么感觉 我看着都什么报 是有 我看了整张说他回家的 西里哥回家了 整个回家的过程 等等等等 还有家里的老乡怎么样 然后我还找出一张就是说 其实他是 他的形象根本是学黎明的 这个这个这个说不准谁学谁 人西里哥 说不准黎明学他人 创世里哥 一直就这样 但是啊 另一个话题出来了 这个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方哈 呃 已经开始有人在问 嗯 就是我们这么关注他 对吧 你给人家带来的是快乐还是悲哀 你搅扰是不是搅扰了别人的生活 所以呢 现在已然开始有人跟他道歉 我觉得要照这么说 那天我们也出了一下人那个照片 我们也应该 我们也应该道歉 不是 你看有一个网友说了 说在我看来 西里哥这个现象 他引用的是马斯洛的这个心理需求学说 这人第一层是这个比如说吃的生理需求 然后最高到第五层就是这个这个自我实现 他说本质上是一大帮第五层的人 对一个还在还生活在第一层次的人 对一种玩弄的这么一个过程 甚至有些人呢 我发现网上的人 他注意到这种政治正确道德正确的问题 他确实啊 是以一种同情的 关心的姿态去聚焦西里哥 甚至还给他帮忙 哎呦 这个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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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 而且西里哥的话题上了两会了 啊 葛建雄 美元 这真是 葛建雄 哎 已经开始讲了 说西里哥也许缺的不是钱 他也许缺的是尊重 哎 就响应温总理说 哎 我尊严就来了 哦 哎呀 原来是这样 哎呀 我跟你说 文言大意啊 真是用心良苦 我觉得这个 温总理说的 在那等着呢 对 啊 温总理跟网友对话呀 你们你们学习了吗 我觉得温总理说的真是特别好 真的 我们以后也不用说什么意见 你就老老实实按照温总理说的去做 就没错嘛 温总理不是讲了吗 有人问他什么这个供款吃喝啊 供车消费啊 温总理说这个问题我们是能解决的 关键是两条 一个是公开透明 一个是民主监督 而且温总理还说了 我原来的思想他都说 不是 我学习温总理的这个思想啊 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什么这个这个发展啊 富强啊 说到底前提还是要以满足每一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 为前提 这是国家的目的吧 对吗 我觉得说的太好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大家注意嘛 关键词就讲到要让老百姓有尊严 所以我觉得文涛啊 能当温总理的秘书 你知道两会里头有个官员给记者问 问他对一件事有看法 他就说 你这不用问我 你问我秘书 他说的话全是我的思想 真是 他们也不让我当政策委员 但是确实你们不觉得吗 你们认为这个从西里哥的这个这个事情 我我我给你介绍葛建雄的观点 葛建雄的观点就是说 在一个哪怕是很发达的国家 有乞丐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这是一个前提 再一个呢 他就说 像西里哥这样的一种人 你该怎么去关心他 是吧 我们这个网上的人 拍开胸脯子 你转发照片 甚至我就说我自己检讨 我自己我们在电视上也出人家照片 你到底是一种什么心理 是猎奇呢 还是打着一个同情的名义 去去娱乐呢 他说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要给他们尊严 不是要给他什么 他就说西里哥可能缺的 并不是钱 而是尊严 我想我想是这样 就今天我们的确活在一个 每个人都有可能被一下子 过度关注的一个环境 对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要出境的人 那你无话可说 但是问题是今天的情况是 有时候你会忽然发现一个公交上的车长 一个数票员 哪个动物员的开门的一个人 忽然他的照片给拿出来了 说哎呀 这女的长得好 那人肉搜索 背景什么全找出来 跟着还有人直接去找她 对美售票员 对 然后记者去找她了 那像这种情况 其实本来就在我看来 已经是骚扰 其实像我们任何一个人 被人过度关注你的一言一行 然后还指证你 老告诉你昨天干了什么 你前面说了什么话 你就已经有被冒犯的感觉 对 但是我觉得希利克的情况更特殊 但这个地方有点麻烦或敏感的地方在哪 为什么我说他特殊啊 就是因为他的身份 他的身份是一个别人街上乞讨 来度日的这么一个流浪者 嗯 那么 对于这种人的一个过度关注 传他的照片 效果是否某程度上 我举个例子等同于 假如今天有人呃 呃 残账 嗯 浮拐账 然后我们过度关注他 然后拼命传他的照片 你会不会觉得效果差不多呢 如果是的话 那就正面牵涉到一个歧视 或者是剥削的 哎 我倒没有那么严重的看法 我觉得这件事情 当然你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切入 但我觉得是可以作为摄影 摄影客的一个教材 哈哈哈哈 因为你看过他别的照片没有 嗯 对对对 你看到他别的照片 这是不会流传的 嗯 对不对 你稍微换一个角度 他就就是像一个平常 你们期待中的乞丐的样子了 嗯 只是偏偏这一张 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变成了一个这个一个 最潮的一个男性了 对对不对 就你稍微换一个角度 因为他的牙齿是 是缺的 他要是不丢着这个烟的话 你露出他那个缺的那个牙齿的话 这个照片就没有了 换任何一个角度 换一个过一秒钟 这张照片就不存在了 嗯 我觉得将来可以成为一个 摄影教材的一个非常好 就怎么样一个 一个完全不受人重视的 一个普通的街景 在某一瞬间 上升到一个杂志的封面 是非常非常合乎大众期待 就这么一个 现在就跟那个什么 喊你回家吃饭一样 你知道吗 网络社会的一个特点呢 它有些有些偶然性 对对 你不知道一个什么形象 光当就火了 是吧 那么第一个拍这个照片的人 也许是个街头行人 他拍一下无所谓 对 但是他一下子 人家就问这个西里哥嘛 说你成了国际红人了 你你什么心情啊 西里哥说了一句说 我这个人不会拐弯抹角 他就等到是故事最 故事再深挖去 一开始大家觉得是像喜剧一样 很好笑 但故事再挖下去 就有点 就有点悲了 就是你在讲他的故事这样 你看老婆死掉 自己跑出去 他的形象 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男子汉 非常man 嗯 可是在real life里边 他是 他是丢掉自己的家庭 他问五脸回家 他家里都没法 这个家里等于是 是很不负责的男的 如果从家人的角度来说 你也不能这么说 他他五脸回家 呃 这个很难说 他心里到底怎么想 但是呢 他是到后来的七八年呢 就开始还跟家里通音信 后来就不通音信了 那么你比如说 还有的记者跟他接触啊 就发现他就说 喜欢现在这么活着 这就是说到有有些人也提到一点 就是说比如在美国 对吧 要是有这么一个流浪汉 你有的时候啊 下雪天冷了 你劝他进屋里去住 你给他提供地方 他会说你侵犯他人权的 这老子就愿意 我愿意这么着 香港也有 香港到了这两天寒流来了 有些人还愿意 睡在街上的一个角落里 他不去那些棚里 对对 所以是如何关心帮助这些人呢 实际是一个需要非常敏感的一个问题 是吧 而且但我想先接着 子东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啊 其实这里面牵涉有什么事 就没错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啊 都有可能被拍成像西利哥这样 一个不晓得哪来的照片 就能够把你变得像他 大家说他像日本的那个设计 是Yoji Yamamoto 设计的EF一样嘛 对吧 那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潜在的可能 但是问题 今天这个社会是个形象消费社会 什么形象消费社会 就西利哥这个人 我们现在这么挖下去 就发现他故事好复杂 他有很多的背景 他还有很多侧面 很多不同的形象 但是问题是由于那一张太显眼的形象 会把他所有这些东西都盖过了 遮掩住了 就我们等于说我们对他的认识 是凭一张照片 很特别的照片来认识 这恰恰是今天的社会啊 今天我们有那么多的模特 那么多的明星红 也许只不过是因为某一个很特别的形象角度 用这个东西把他这个人立体的血肉的 所有的东西都吸纳进去 都包裹进去 然后我们消费的就是这么一张照片 一个形象 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凭一张照片 在认识其他人 没错 象征意义上现在很多演员 跟西利哥的情况一样 动不动就被消费了 是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西利哥这事他们聊啊 有人看得重有人看得清 那这个看得重的人呢 就是说你这是什么娱乐 你这是愚昧的那个鱼 就是就是那个娱乐时代 对吧 把把把人家拿拿出来这么玩 对吧 那看得清的人也就是说 这就是一种大家寻开心 这个网络社会草根社会的 这种娱乐的特征 也不必太大惊小怪 所以我就说呀 其实从尊严呢 还说到一个什么问题啊 就是快乐的问题 最近有个人跟我讲啊 就是说你觉得中国的穷人快乐不快乐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然我们要缩小贫富差距 这是根本的 我们要努力 要让这个这个所有人都 这些要进行改革等等 但是呢 事实上古今中外任何时候 任何国家都会有相当大的人群呢 是生活收入比较普通 甚至就是说穷人吧 穷人永远占多数 那么这个最近这伙朋友呢 去哪啊 去巴西玩 他们发现一个现象 说巴西穷人也很多 那么他就感觉到呢 看了一场足球赛 回来就跟我聊 说我知道中国足球 为什么没卸了 看看巴西看一场足球赛 他说我就知道 这是国民性的问题 为什么 就巴西这个足球赛 二十万人 他就说啊 这个政府啊 其实也是有意识的用足球 给穷人提供娱乐 就你得让他穷开心呢 而且好家伙 他说这个比赛开始之前 从各个马路上 敲锣打鼓啊 就跟咱们的纽扬个似的 光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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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就来了 那个现场欢声雷动 就是整个 他就会觉得 哎呀 那也都是穷人 但是他们有一些开心 哎呀 就是这个东西 西班牙斗牛 美国人看橄榄球 都这样 这个弱势群体的狂欢 对 这个是传统 这个叫做brand and puppet 就是罗马时代就开始 嗯 罗马在一些好的时代啊 执政官 在其中要干的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定期的给穷人发面包免费的 然后免费提供剧场娱乐 这个叫brand and puppet 就是木偶与面包 哎 这两样东西拿出来 就搞定了 哈哈 提供免费娱乐 所以我们也有春晚嘛 对不对 哈哈哈哈 对 全国人民的娱乐 对对对 全国人民的娱乐 好那么再说回来 其实啊 这个 你刚刚讲这种快乐 其实很多 每年都有那种调查 全世界的比较 比较哪个国家的人 哪个地区的人 最快乐 就发现香港人好像是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三第四的 这个快乐这个程度啊 就不快乐香港人 照说香港这个社会算是比较富裕的社会 但是反过来呢 有一些国家很莫名其妙 你日历啊 前两次才是又屠杀呢 印度 印度你想想看 孟买那些人去调查 快乐的不行 快乐指数比较高 对啊 怎么回事 我去印度我也是感觉 当然啊 我们永远是隔岸砍花 就是说你不知道他的内情 但是至少说实在的表面看起来 我看他们在街边抠脚丫的 有的就不穿衣服 有的就光着的 你知道吗 排腿在那坐着牙花子 至少从神情上看啊 不是像我们看的那个幽 你觉得他好像 幽心重重啊什么的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比方成都的江边打牌的人 就比在深圳打工的人要快乐 对 深圳打两分钟的广东人啊 比起四川的男的 你说对不对 小伙子都打牌 对 所以这个呃 一般的概概况是这样 就是说 最比较穷的国家 跟非常富的国家 相对快乐只是会高一点 最苦的是从穷相富 急速发展的国家 地区 这个不快乐 因为你比较 因为周围的 你你你有限的范围里看到 周围的人 跟你的这个对比 如果这个对比 越变化越大 越不容易快乐 因为快乐只有少数 但是会不会说 因为相对稳定的 你会比较快乐 在在很穷 中国在在七七十年代 当然除了革命以外 从生活 大家没得吃的 可是 也不一定 还要有很多条件 比如说 有些国家 比如说常动乱 但很奇怪 做调查 当然这个调查方法 也许调查方法 他不敢说 对 也许有些调查方法问题 但他们也表示快乐 比如说 就讲回巴西当例子 巴西很多地方 跟今天中国有点像 第一 他贫富差距非常严重 他贫富差距到一个地步 像圣保罗那种城市 有钱人现在是不坐车的 因为坐车会被打劫 他们坐直升机上班 所以满城直升机到处 对 巴西是这样的地方 但是问题是 巴西有什么呢 有几样东西 我觉得中国是没有的 第一 他的全民性教 天主教徒百分之九十多 一辆千成 第二 有一个国际足球 第三 他那种嘉年华 嘉年华 这些呢 他总有几样东西 你觉得能够团结大家的情绪 像中国没有嘉年华这种事吗 中国也有啊 中国有麻将 这个圈子 如果有 我说我们都了 比如说搞成满街百年华 那就不一样 对 没有麻将 我们更完蛋了 对对 还好有麻将 麻将是好的 他就至少他要缓解了一部分 和 就是啊 对啊 但是光有麻将看来还是不够的 你比如说就像我记得徐老师也曾经讲过一句话 说这个印度 说穷而不失尊严 对吧 中国的问题呢是 又穷还没尊严吗 对 所以这个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不明白啊就是这个尊严到底是指什么 所谓穷人的老百姓的这个尊严 嗯 比如说我也听过有人说 要让这个老百姓 看定 有尊严 呃 我也听过最近两会上那天咱们说那个那个那个政协委员也是主持人那个崔永元他就讲到一个日本他说我们在说建立什么服务型政府呃他觉得那个在在在日本他看见警察 骑自行车到处为为老百姓服务做好事或者这警车呼啸而过的时候车里边那个日本小警察一路还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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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这个这一看就是服务型就在这里边看出来不过是不是老百姓就会觉得嗯 有尊严呢 但尊严这个东西啊是个范围就你很难决定的说啊什么叫尊严它是个不但扩大的东西有个地方你比如说基本的某些东西保障就他这个尊严范围可以扩大像香港是扩大到死人身上 比如举个例子有没有注意到像香港啊有时候街上发生交通意外或者是呃楼上有谁死了然后救护车来啊警察到场的话他们现在都出了一种罩子你知道吗嗯就是除非记者太快已经赶到要不然一般的警察或救护人员会在死者的身上搭一个像帐篷一样的东西嗯把它整个罩住不让你看不让你看不盖着尸体对啊他要遮住这个尸体他觉得这是对死者的一个尊严 那你必须是有时候这个尊严是要有扩大的观念像今天我们还拿希里哥取乐呢你讲这个好像有点圆幸福感这些是跟跟价值观有关也有时候这个我有点怀疑的比方说你在1967年你在中国调查你幸不幸福啊你有没有尊严很幸福的一定都幸福是是是是无比幸福对不对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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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调查怎么来怎么来显示呢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很难的对啊 我我我我觉得呃就算不讲调查就管讲一个比较可能不好主观感受我觉得我们大概都会同意今天中国人一般来讲并不快乐今天中国有一件事情让人觉得没尊严就是尹克松 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这个我我最近到内地做演讲就很多很多人提出说人大为什么没个代表提这个提案就说问一下为什么有些东西我们不能看 孙老师知足吧知足常乐吧今天我们的这个舆论环境啊比起三十年前那是我是同意 我没把话讲完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他们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问题是给受众的心理嗯就是所谓你像小孩尊严的这个感觉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就是你会觉得你你你家里小孩一样大人在讲一个事情说哎这个你不能听你进去那小孩回房间就把门摔得重重的其实现在不过你要讲这个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最也许知情的也许大人做的完全对嗯这个少年是不应该 但是总之他摔门的那一瞬间他是没有尊严感但是许老师你要说这个就没得说了接下来为您播出两会访谈录2010